我覺得其實我父親的二度週末 其實他現在已經失智了 他其實不能講話也不能見識 是用鼻味管 我現在最希望的事情是 我爸能再罵我 如果每天罵我都沒關係 只要他能講話 只要他還有意識還記得我 我覺得我最大的叛逆就是去做音樂 我大概是我們整個家族唯一做音樂的 像我弟弟是會計師 那我弟弟是醫師 我們家都是什麼師 我爸爸其實是工程師 中華電信工程師 所以他其實一直很反對我做音樂 現在大家做音樂 我覺得大家都拍拍手 OK啊 是一個很好的工作啊 但是三十年前回想 所有人我也替你擔心 我從高中就開始做音樂了嘛 對 所以他就一直反對 反對到我 後來我當了國際公司的音樂總監 他還是繼續反對我 第一個他覺得做音樂不穩定的工作 第二個是 的確我在年輕的時候大量的熬夜 其實對身體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每次到十二點以後 他就會打電話到我錄音室做 建林啊快點回家 你十二點還不睡覺 其實搞得我都很尷尬 但是我覺得是出於好意啦 我爸爸對我聯想的是 他比較嚴厲 從小對很多的細節是比較要求的 我記得我後來我當製作人的時候 其實很多歌手很怕我 因為我在錄音室的時候 是比較嚴厲的 我不會罵歌手 但是我會用熬的方式 很煎熬的方式 那時候一句話我們錄三個小時 其實你不要說唱 你光聽三個小時 你可能都會滿崩潰的 那我媽媽就顛倒 我媽媽是音樂老師 但我媽對我聯想就是那種 無條件的支持 而且它其實不吝於暫學 我從小學古典鋼琴 那鋼琴其實這個 任何樂器都一樣 在一開始的前兩三年是非常枯燥 比方說你在練音階啊 練一些試譜啊 都是一些很很單調 重複機械性的工作 就別的小朋友都可以出去玩 但是只有我要彈完兩小時 那我彈完兩小時 也只剩二十分鐘可以出去 跟人家玩了 有一次我真的練到很神奇 因為我的朋友都出去玩 我竟然拿那個鐵齒 我就氣到對著那個鋼琴的琴鍵猛敲 日本原裝進口的鋼琴 那個琴鍵啊 以前的琴鍵是象牙做的 聽說啦那個一個鋼琴就是 一間房子的價格 所以你想像喔 象牙白的鋼琴琴鍵 被我那個鐵齒啊 打出一個一個的印 對啊 要是我的話 我現在回想我說 我應該當時就 把這個小子打死了吧 但是我媽沒有罵我耶 我媽只是淡淡跟我說 謝謝你啊 學音樂還是要有一段的 你要克服的時間 很枯燥 但是你還是要繼續加油 不怪你 我後來其實很謝謝我媽媽 因為如果那個時候 她又對我施加很大的壓力 搞不好我從此就會很討厭音樂了 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錢嘛 她是做音樂要買很多設備 錄音的設備啊 編曲的設備 都是我媽媽默默的暗中支持我 退伍的前一天 我媽就跟我說 兒子啊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有一個朋友呢 其實她就是一個製作人 這製作人呢 她剛好就缺一個製作助理 1999幾年的時候 我就退伍 八月上我去上班當製作助理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領薪水的時候 我好高興喔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領薪水 對不對 那領薪水要請爸媽吃飯啊 對 然後就吃了 五年前 十年前才知道 其實這個製作人根本 壓根著不需要製作助理 但是我媽說 老師可不可以拜託你收我兒子 然後每個月呢 她的薪水我付給你 所以呢 其實壓根著我的薪水是我媽媽 付給我老師 我老師帶付給我的 但是我入行 我記得前兩年的時候 我一首歌都賣不掉 我曾經一度要放棄 但我媽一直跟我說 你繼續堅持一定會被看到 那後來的確賣了一首兩首 慢慢你寫的歌不只是一首歌了 你甚至是一張專輯的代表 所以後來就又奠聽信心的 就繼續往下走 我覺得東方的小孩子 華人小孩子 其實比較缺陷的就是說 長輩或是老師 其實我們太用 太高標準去要求 而且覺得好像不能稱讚 很奇怪喔 就九十幾分還是不能稱讚 怕他得意忘形還是怎麼樣 我以前寫歌 我每次寫完 我第一個就是打電話 或是請我媽媽聽 我媽就會給我一些意見 很寶貴 比方說張惠妹的藍天 我寫完 我說媽妳聽一下這首歌 她說這個歌很好聽耶 這個歌還滿適合張惠妹的 但她大部分以前都說 哇這個很棒 對不對 就鼓勵性值的啦 我後來回去 現在在想 有些歌真的寫得滿爛的 但我媽還是說很棒 其實現在對於人物 都是比較多正面的訊息 跟正面的鼓勵 我覺得其實我父親的二度週末 其實他現在已經失智了 他其實不能講話 也不能見識 是用筆位管 我從小被我爸唸到大 所以有一度我其實還滿 不能講恨 但是有點埋怨我爸爸 但是這幾年下來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現在最希望的事情 是我爸能再罵我 每天罵我都沒關係 只要他能講話 只要他還有意識 還記得我 我覺得我最大的遺憾就是說 一個我沒有 從來沒有跟我爸說過 我愛他 我愛你爸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 我也好像很少帶他出去玩啊 什麼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遺憾 但現在我現在想做 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我當然固定 常常會帶他去吃飯啊 但是他沒有什麼意識 他只能陪伴而已 我媽媽反而是很好 因為他都在運動 對媽媽 現在會不會別常對他說 我愛你啊 或什麼 媽媽會嗎 其實會耶 沒有到說我愛你 但是說媽很想你 你要好好的 像今天早上 我還跟他吃飯 其實我是不太吃早餐的人 是刻意的 故意 就是早起的時間 跟媽媽吃早餐 他喜歡種花 種草 他的夢想是有個農場 就是可以種樹 種蚊子 所以我最近有在研究說 像台北市近郊有沒有那種 可以租的花園或果園 然後可以種一些菜 因為其實我們工作的屬性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時間其實是比較難掌控 所以只要是節日啊 所以我通常會在那個節日之前 要不然是節日之後 那我覺得只要有達到那個儀式感 或者說那個心意 其實我覺得就夠了 所以這邊也要奉勸很多朋友 就是說 子育養的幸福帶 剩你的親人或你爸爸媽媽 還在有意識的時候 其實你要多對他們好 因為等到他生病了或什麼 都來不及了 多陪陪你的爸媽 其實有時候 哪怕是一句問候 或者是一個擁抱 其實他就可以替代很多事情 哈囉大家好 我是音樂製作人陳建林 很榮幸擔任 望望孝親獎的第三屆評審 那希望大家用各種的方式 用你的創作 不管是音樂的後短視頻的方式 去呈現你對於孝道 對於愛 對於父母 對這個社會環境的一些 創作的一些理念 期待大家熱情的參與這次的活動 望望孝親獎 一定要來 不要錯過 外面的世界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